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AMPLUS的休仔攻防 剛剛這個星期有很多好球看,歐聯也開打了 來回英超的賽場,星期六也有很多英超的賽事 跟大家聊一聊,星期六早場倫敦打比 韋思涵在主場對著車路士,這季是令人有期望的 因為大使抗軍用了不少錢,在前線上也特別找了德國的副卻股過來 但是現在韋思涵在季初的表現各方面就不理想 一勝一和,兩副就只有四分 而新加盟的副卻股當然對他期望很高 但是看來季初階段他需要適應和同球隊的磨合 加上其實他也有些傷,未必有機會落場 之前也是很多時候做著後備落場 至於今屆,韋思涵採用一個雙防中的打法 基斯道、諾迪古斯和艾信、艾華利斯 所以其實也有些內部競爭 將蘇哲推前一點和拍基達爭韋踢 也未必有兩個人可以出 但是現階段韋思涵的進攻能力也有些問號 因為你也知道以往中鋒安東尼奧是開山砍石的 但是他的打法也很體力化 隨著年紀慢慢也增長,活力也不及之前 所以在進攻方面也頗以中浩波之人的策略保運 其他的譬如說古道師、柏基達 比我感覺到季初的狀態也不太理想 而在球隊陣容方面 這場球他們的左閘派馬遜就因傷缺陣 有機會韋思涵就用文美沙卡由右閘轉去打左閘 右閘出了組法,文美卡沙打左閘其實也試過了 在萬年的年代應該是問題不大 但是始終你現在看韋思涵的前線方面 要靠查諾保運其實也不容易 至於對手車路士豪華陣容 都說過了,陣容上失車就只是人滿之患 兩勝一和一負,輸的那場球是輸給萬成的 大家都知道車路士班波的冰原質素是不需要懷疑 是何時可以提升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和表現 上場球他們對班尼茅夫也有點問 你這段憑著後備下來的安官股和山曹的合作 山曹的助攻,能夠電勝 但是人腳上他們都要再想一想,人真的有很多 前線上尼茅拉斥信就沒力很快,但是把握力差一點 另外安官股和祖奧菲力斯又不是很中鋒可淚的球員 所以都要看看他們令隊教練如何配合才行 但是車路士班波仍然有很多高質素的球員 在這裏,車路士同樣都有些雙兵問題 其實車路士現在的右閘球員都傷了 域斯詹姆士,另外顧斯道也傷了 所以在這方面都不算很理想 但是兩隊拼下來,這場倫敦打比,韋斯咸和車路士 感覺上車路士的質素都會高些 特別是日入球能力,板凳深度,可以用的人 之後換下來的變化都會比較理想些 所以最後這場倫敦打比,小弟預測作客的車路士 能夠在韋斯咸身上贏球全賽三分 今天先談到這裏,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安波體育傳媒 下次再和大家見,拜拜!